在長期對太湖湖泊研究 和水質監測的基礎上 秦伯強帶領團隊 在太湖共設置了39個監測點 組織物理 水生生物 地球化學 環境方面的專家 進行野外探索性研究 如今太湖站擁有了一艘 價值300萬元的科考船 構建了搖桿 自動監測 和人工尋測空地一體化的監測網絡 在湖中一座座不起眼的浮標下 一個智慧大腦網絡 正每隔幾十分鐘 將氣象水文實時數據回傳到研究站 這些為太湖攔鑿水華的預測預警 提供了技術支撐 七千多個日夜的監守 數百萬人次的取樣監測 秦伯強他們獲得了太湖生態環境 要素變化的第一手數據 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 先控圓結屋 後生態恢復的智虎主張 完全用生態的辦法 能夠不做控圓結屋的工作 所以把這個壺恢復好了 沒有這樣的例子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後來這個建議也被管理部門採納了 所以後來就是太湖執行第一步就是控圓結屋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無錫也好 宿舟也好 長舟也好 就大規模進行物水處理 物水的管往 自2007年太湖水危機以來 儘管太湖流域的人口增加了一千多萬 GDP翻了一番 但太湖水質沒有繼續惡化 藍藻水滑也沒有大規模爆發 太湖持續實現了國家提出的 確保飲用水安全 確保不發生大面積湖泛的目標 湖泊研究將秦伯強的職業生涯 與養育了他的太湖威繫在了一起 他覺得有責任守護這片 生他養他的水域 讓太湖回到童年記憶中 山清水秀 魚蝦肥美的模樣 這個時間過得真快 可能我這輩子到現在工作三幾年 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貢獻給太湖 中文字幕提供 《湖州小梅村》 湖州小梅村曾經是一個傳統的漁業村 村裡的人們大多以捕魚為生 66歲的姚國慶曾經也是其中一員 在姚國慶的記憶裡 那樣的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 不知不覺中 太湖的水質開始發生變化 對於依水而居的漁民來說 這種變化最為直觀和觸目驚心 巴西昆村外長得成為灑 加激活在中文字幕真正的 平方是一種之間的 現在我們在西草木的圖 crust 都在外漂收了 不知那些人 所有的生物很長 但你也有說 你也有說 你還要想要 那些人 殺死 那是一個充滿了變化和矛盾的年代 一面是伴隨著經濟騰飛 沿湖的高樓拔地而起 人們生活水平大為改善 另一面則是 环湖的工廠直排廢水 灼浪拍案 漁民粗放的生產生活方式 在加劇著太湖水質的污染 上世紀末的開始的這個階段 我們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的話 侵占了大量的水面 同時的話污染的排放 造成了一系列的負面的效應 這個效應的話 又在本世紀初集中的體驗出來 太湖流域也面臨著很多環境問題 特別水資源 主要第一個問題就是它的負營氧化 因為由於人類活動的這些干擾 特別是農業上的 和歷史上的工業 和現在的農業的污染 導致太湖流域的水體 整體來說是不容樂觀的 2007年 太湖藍藻大爆發 人們終於意識到了自然力量的反噬 也開始尋求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 同年 湖州太湖岸線綜合治理工程正式啟動 這個工程的前提沒有先例 我們不僅僅是物理上的搬遷到岸上來 我們解決的是不再像太湖排放污水 那麼你的污水到哪裡去 你怎麼解決問題 我們必須要整體規劃 整體規劃 我們就是整個叫生態修復工程 生態修復工程 我們整整花了36個億的人民幣 2011年8月 新建的漁民新村交付使用 祖祖輩輩以船為家的小梅村漁民 終於搬進了住宅小區 我們漁民上岸的時候 他們也一開始不接受 因為他們離開了船 他們感覺到他們根本沒有了 有一個大約60多歲的漁民 他說我離開了船 聽不到這個浪的聲音 這個浪聲 我睡不著覺 當日那時候 好像心裡想 每個發生意 那麼你踏不住口 口水切水 口水切水 做得我們放棄 那麼你那時候 一掛水呢 那時候 當房子的 給他閉嘴 那麼這次 洗白日出去的 那個人 胡亂啊 就像在炒火眼那邊 那麼一人就把這個肉 手給他們 手給他們 把他們的老闆 是一個老闆的生物人 我認為我們的漁民善愛工程 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實際上是讓他們 找到自己的心靈歸屬 他們成了我們的祖庫人了 現在賓館的服務員 我們的工業事業 包括這些管理人員 是他們的子女 他們自己有熟練的水上的 駕駛經驗 成了我們的骨幹 接著他們突然之間 感覺他的家更大了 他感覺他更自豪了 習慣了風餐露宿 看天吃飯的姚國慶 每天還是起得很早 如今他的工作 是照料太湖上的老式風帆漁船 這些船不再捕魚 成為供遊客欣賞的景觀 姚國慶要做的 是每天升番降番 如果大風天 就把船駛入港口 對於一個老漁民來說 這樣的工作 再簡單不過了 再簡單不過了 以前我們不肯肯肥 我們要去學校的職業 你知道嗎 那麼結局都沒適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